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第一个 它做得非常逼真 而且它会有震动 有风的音效 确实让使用者可以生理情境 感受到我确实在高风 那刚刚也在模拟就是我们施架 这个施架工架的架设 那第一个情境是当我是错误的示范 那确实就会有很多的风险 那第二个它就告诉我一步一步 我应该怎么样完成相关的装备 而怎么架设 包括这个查销啊 最后架楼梯啊等等安全附送 所以这就让我们会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确实让 很多劳动朋友实际来体验 它就一定会及格 而且在很多的步骤都会绕在一起 在接下来施工的时候 它就会做好完全的准备 劳动局表示近年来坠落崩塌 感电物体飞落及缺氧等灾 还发生屡见不鲜 劳检处向职安署申请失败XR训练场域 透过互动式学习环境 让授课情境更逼真 加深职安任职 那其实我们原本的计划 其实在我们所谓职场的教育训练里面 已经有预计30几班 1000多人要在年底前体验完毕 那有关于未来要投入到职场里面的职校的团体 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网站 现在已经公布的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要点 10天前跟我们申请 那也可以到我们台北市的场域来做体验 那我想这个场域最主要的设置目的 是要强化工作者的危险的意识 让在高风险作业的劳工都可以事先了解到 他的工作风险 尤其是在坠落灾害的预防上 我想坠落大概是我们整体全国直災发生最高的类型 大概占比超过50% 那透过这个模拟训练的AR VR MR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我想未来对于降低职业扎 一定有正向而且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那目前我们台北市今年是事半计划 所以我们设置的这个AR VR MR的部分总共有三项 一个叫唱团体感的体验 它针对这个屋顶作业 那这个屋顶作业常常会在一些屋顶的修缮营造业的作业 里面还有所谓的第四台 有限公司的所谓的染线布放等等 甚至冷气安装也有可能踏上这个屋顶的作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第一个设置的是屋顶作业的直灾模拟系统 那第一个是施工架 那施工架是在整体我刚才提到的 坠落的这个栽培阶屋里面的手中 所以我们在施工架的模拟训练系统里面 我们也设置 那另外一个就是部分行业的 有从事电的相关作业的人员的 感电的模拟系统 那今年我们是设置 已经设置完成这三项的模拟训练系统 其实几次我们统计 我们公安汇报看到 很大比例这种发生质安意外的事件 比如说高处的坠落 坍塌或者是感电 以及包括像是缺氧中毒等等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模拟训练中心 我们透过XR 也就是包括有AR、VR、MR等等 就是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等等 这样的模拟情境 让我们的劳工朋友 能够更深力其境 体验到这些高风险作业环境 让他们更有辨识危害的这种能力 让这些劳工朋友到第一现场 工地现场也好 他能够了解有这种危害的可能性存在 然后知道接下来我要怎么样事先的预防 做各项的准备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 模拟训练中心的成立 那另一方面 或许这一年多来 也很谢谢中央部会的指导 让台北市我们在 职安方面的各项表现、数据呈现 受到肯定 包括去年在康建杂志 对于县市永续健康城市的评比 我们是个颅知冠 那在其中一个评比项目 也就是职安千人率 我们是评分最高 另一方面 我们在劳动部 112去年度 我们这个劳检机关的 绩效评比考核上面 也谢谢劳动部的指导 我们是评分最高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辛苦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也谢谢我们各工会理事长 持续给我们各方面的指导跟建议 那当然好还要更好 我们也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 XR模拟训练中心 能够再次强化我们的职安全 职安教育过去传统欠缺互动性 很难让劳工体认工地现场的高风险状况 随着多体感衍生实境 XR职安模拟训练中心揭牌 虚拟实境的模拟情境 让劳工到第一现场知道有危害可能性存在 事先预防准备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在享用披萨等美味料理的过程中 男女学员逐渐放下紧张的情绪 开心的与同桌伙伴交谈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打破惯例选择在内湖一家知名餐厅举办 希望在午茶饗宴及环保首座课程中 让参加者进一步了解彼此 结交自趣相投的新朋友 我们特别选在这个餐厅 举办这样一个单身联谊 是因为我们希望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办活动 或是在我们的旅团办活动 比较形式会做拘泥 今天特别选在这样的咖啡餐厅 希望在这个七夕行人节 那有这种气氛灯光加气氛美的餐厅 能够尽量让他们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 能够认识更容易去了解彼此 然后更能促成大家的一个 就是说大家认识的机会 这场单身联谊活动一推出 就吸引了近500位28岁到45岁间的单身男女报名 经过电脑抽签 共有50位民众获得机会参加 直呼好幸运 因为我觉得政府办的应该是品质比较好 对 然后也觉得就是可以为自己开创一些机会 那喜欢的对象大概是什么类型 类型 类型 这至少要聊得来吧 健康 因为有人推荐市政府办的活动都还不错 然后刚好自己工作地点也在内湖 所以就报名来参加 然后刚好幸运的录取了这样子 那你喜欢的女生的类型 就温柔大方 特别是这一次单身联谊活动经费 是有一位在地企业家 鸿铭建设陈董事长所资助 陈董事长还加码补助 第二次约会的电影票费用 鼓励学员们在活动结束后能继续互动 也许爱情就会悄悄降临 这次的活动很特别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由 一个内部在地的企业 鸿铭建设的董事长 陈启鸿 陈董事长所全额赞助 他不只赞助了这次的经费 他还赞助了针对这些年轻人 如果要做第二次约会的话 他也赞助了第二次约会的电影票的补助 那就是全额的在 全新就是很希望我们在地的内部青年 能够勇于去认识朋友 然后也关注一下这些 未来的一个青年国家资助的一个婚姻大事 最后这一次单身联业活动 共有十二对数配成功 数配率达百分之五十 内回去公所方面期盼 透过这次活动提供单身民众 更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与管道 在过程中顺利收获美好的友谊与爱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唐美云歌仔戏团艺术总监唐美云 率领孟婆客栈原班主演蔡震南 方兴许富凯方又欣 还有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 以及歌仔戏永远的娘子许秀年 人间国宝小咪 超强卡斯将带来全新剧场版的 孟婆客栈明星双飞侠 其实孟婆客栈它其实真正的在舞台版演出 我们其实在很多年以前 有一个剧场版的孟婆客栈 可是跟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年的制作是一个全新的制作 那当时呢这个故事 这出戏得奖以后呢 我们一直觉得在人生当中 有很多人想要探讨的问题 不敢去深入讨论的 我们就借着孟婆客栈来讨论 这个面对生死的问题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 来到孟婆客栈一定要喝孟婆汤 才能够去投胎转世 可是到底是不是每个人 都心甘情愿的喝汤 愿意遗忘一切 还是带着遗憾去投胎呢 那我想我们这个戏故事 最主要是要说的就是说 人生不要有遗憾 不管是在世或者是来到明界 那孟婆客栈呢 我们这些成员们是负责帮助客人 可以消除他内心遗憾 就是让他可以安心喝汤转世 这出戏的IP很特别的地方 我想就是我们以歌仔戏为作基础 然后是一个全新开发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电视版的时候其实万老板 就是我演的 他其实是一个现代的珠宝商 然后去到明界 那因为电视的拍摄手法 他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 他可以去做 可是改成舞台版以后呢 我们更把它聚焦在人物跟情感上面 所以这个会跟电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这次的孟婆客栈 是原版人马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更值得观众朋友期待 还有加入我们唐老师 还有我们年姐 咪姐 我想这个是除了来看孟婆客栈 也是看不到这样的黄金组合的 电视剧《孟婆客栈》 曾获得第57届电视金钟奖 戏剧节目创新奖 这回将电视剧的IP带进剧场 以歌仔戏为基础 聚焦在人物与情感上 以诙谐搞笑的方式 带领观众探讨生命的课题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所以除了大家熟悉的 孟婆客栈的成员们 汤伯 玲瓏 水仙 小诸葛 万老板以外呢 咪姐这个故事跟汤文华老师 他们所饰演的角色呢 是在书中发生的故事 就是来到明界 明界里面又有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在书本里面 剧本书里面的故事 为什么不可说呢 因为咪姐这个角色很特别 就是咪姐以前大概演这么久 我几十年的戏大概没有演过 类似像这样的角色 对咪姐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而且是很有可看点 所以就免得套劳太多 就一开始听到美云姐要 就是孟婆要舞台剧版 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演过电视版 觉得其实还不过瘾 结果就短短的三十几集就结束了 那想说很开心又可以开始来演歌仔戏了 所以第一次去排练的时候 我就觉得又开始生硬了这样子 然后会很紧张 可是也非常期待 因为电视版演完之后 很多的观众都一直在敲碗啊 就说什么时候有续集啊 什么什么终于等到了舞台剧版 然后所以每次的排练 我都非常的珍惜 然后一直要抓回那个感觉 但我相信只要那个戏服穿上去之后 那个玲珑就会出现了 我在里面演的是 因为她金水仙生前 其实就是在跟着歌仔戏在演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拍歌仔戏之前 我们有跟美云老师 跟她的子弟兵们 有花一段时间 从基本的一些身段 还有招抠这样开始练起 那当然经过四年之后 该忘的也忘光光了 那这一次非常感谢 这一次的舞台剧版 所以其实又把以前的那个很基本的东西 再慢慢的把它剪回来 然后我觉得歌仔戏团最让我钦佩的是 就是在我们已遇到很不熟悉的一些身段 或者是有一些情绪要用肢体表达的时候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唐团的青年团 他们演出的这每一位小老师们 完全是不吝啬地教导我们很多很多 在一些角色人物上的一些细节上面 然后运用身段的部分 把这个人物角色呈现出来 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都还蛮感谢他们的 可以再另外辅助帮我们雕我们各种 对他们来说应该算是很基本的基本功这样 由国家两厅院主办唐美云歌仔戏剧团 孟婆客栈明星双飞侠将于11月14号到11月17号 在国家戏剧院热血登台 邀请观众一同走入剧场观赏 亲眼见证歌仔戏的独特魅力 记者理系会台北报导 当年一举创下34%超高收视率的 古装热播剧《推奴》 随着韩国娱乐台KNTV上架中加宽评第31频道 让观众朋友能再次重温这档经典韩剧 那是你所谓的证明吗 你和你一起住 是的 金冠已是2010年推出的大型历史剧 剧中张鹤 李多海 与吴志浩三人的爱恨纠葛 依旧令观众回味再三 自从韩国娱乐台KNTV 进入中加宽评有线电视第31频道后 安排了多部经典韩剧重映 并加码投资 计划在台湾制作自制节目 对台湾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发生很难 主母 如果有女人看过去吗 哪位女人看过去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中加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地补 其中第31台韩国娱乐台KNTV 由韩国排名第一的N.NET流行娱乐频道 以及韩国排名第一的CJ Media制作公司 共同营运 专业制作韩国最佳影剧 众议 流行音乐等多方位韩流娱乐内容 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 深耕台湾市场 在台湾制作旅游及美食节目 让粉丝追踪韩流资讯临时差 让您不论是看韩剧 听韩乐 爱韩心 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欢迎锁定第31频道 韩国娱乐台KNTV 记者综合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好运突入专车补助满周年 一万七千多名孕妇受贿 即将突破四十六万烫次 并且调查满意度在满分五分钟获得四点七分 不少孕妈咪们表示服务贴心 另一半也放心 读问卷的结果到底五颗星 我们可以得到几颗星 那是不是市长可以帮我们先从申请流程 有从所谓的医疗院所还有很多的单位 甚至网络线上都可以直接申请 到底几分 总共是四点五颗星 那可能有些人希望更便利 但也有下来的资讯让我们作为改进 所以我们再来努力 那到底支付体验体验上来讲的话 到底这个使用感觉如何 而且我们便利甚至申请快速等等 那是不是请市长再帮我们开箱 四点四 所以我想在整个支付体验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系统上我们已经在今年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改善 希望未来的支付体验 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中作 但是这一点国民定安国民远 跟资讯局共同汲取来合作 好那师机服务的部分 OK 那我们也有四点三颗星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来讲的话 我们不断地给师机有更多的一个教育 也希望他们能够配合 这是三千多份的这个问卷里面 其实有两千多份 他们很感谢师机对他的帮忙 那说到很多的小故事 包含他们会帮我们的育马咪 带着这个他的行李 然后提上楼 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整体的满意度到底是多少 请市长帮我们打开这个星星 哇 来到4.7颗星 所以呢也让大家知道 我想这个政策真的是很符合 马咪们的一个需要 但是呢这个我们有接棒的 不管是所有今天在的艺座们 还有市长对我们提取 还有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运马咪们 还有我们的家人交代 我们一定把这样的政策做得更好 让大家的体验越来越好 我自己很感动的是 我常常在很多活动的场合 会突然有一个卵迷过来 他就说市长 我有在使用你的好运途专车 我们好喜欢这项政策 或者是有很多的马咪 他会发一张IG 然后tag我 然后告诉我他们使用的心得 那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肯定 也非常谢谢我们市府推出这样的政策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软心 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等一下除了有抽奖 让所有的宝宝妈妈妈可以抽到 对于招呼北京很多的用品 更重要我们这一次也扩大 我们身对他们营业的范围 也就不再去现在谈律师 到外线时也可以使用 不管是想要出去走走回娘家看看精油 或者是想要走走舒缓压力 甚至有些妈咪想要跟闺蜜喝个下午茶 享受me time 我们都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宝宝服务 最主要我自己三个孩子 我每次看到我太太从怀孕开始到生产 到生产后要带一岁以前这么小的北肥 很辛苦 不管是如果很多停在大度要过马路 要挤公车前运或者是很多马蜜 他可能遇到下大雨 要撑伞 要抱着北肥 要背包包包 真的很不方便 这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教育的服务 提供他不只是省下车子 更重要是我们提供贴心的服务 所以未来我们将跨县市提供 服务管道台中高雄 刚刚我特别问局长 宜蘭有没有 有 我太太以后可以用的 会用以后吗 我们拭目以待 今年母亲节生产的台北市议员中佩君 也带着三个月大的宝宝出席记者会 以使用者身份分享搭乘好运专车经验 谢谢有耐心的司机 在搭车时给予关怀帮助 建议服务可以更精致化 另外也有妈妈们表示 这项政策非常实用 那市长刚刚讲的 我们台北市的这个金额 还有使用期限 现在看起来是傲视全排了 这是我作为台北市议员 作为台北市民很骄傲的一点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这个 问长大哥也来到现场 市政府推这个政策 我们要谢谢很多民间单位 给我们的协助 特别是第一线的问长大哥 因为我怀着一开胖的32公斤 基本上每次坐这些车 都很像恐龙般上刹车 所以很需要这个很有耐心的问长大哥 多等我们一点时间 或者多用我们一点关怀 都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 特别谢谢他们 那当然这个服务推的时候 我作为议员的角色还是要继续监督 然后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这个服务可以持续的优化 我看到今天这个合理厂商 协理厂商有Cone B 所以在想说是不是台湾大车队 还有我们这个大路卫车队 可以思考开始我们好运专车 也许配置器座 然后在这个无烟车的驾驶 鼓励肯定的方面给他们这些评价 那让育妈咪或者是带着宝宝的妈妈 这个实际使用上面可以更方便 这是我们迈向两周年希望可以优化的具体目标 那刚刚市长有想说这个也许他明年还可以再用 没有 我只会说是有跨到宜兰 没问题你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我看好你 因为是这样 我当这个市长上任了一年多来 他常常每次开工 我就会送很多金铲子到议员的研究室 我个人就收过你一堆什么贯穿石啊 一堆精彩的 看起来是蛮有效的 所以呢 里上网来 等一下我就回去打包好玉眠送到市长办公室 希望明年两周年的时候 市长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心得好不好 好 因为我是比较懒惰的 就是上网申请好像怕说会很久 可是其实很快大概一个礼拜就出来 然后在台北桶上面就可以使用 对 都用APP了 就是他在那个市民热线的品牌申请之后 然后他在台北桶上面就会图多一个就是那个好运症 那上面其实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是 我不用后过轿车系统 就是一些从台北桶上面我就可以定位说我想要哪边轿车 那他车到的时候他就会也会很贴心跟你说 车已经抵达你是否上车这样子 然后到场他有两个选项 就是在支付的时候可以用就是扫QR口 然后或者是那个直接手动输入那个金额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司机其实也都蛮热心 就会跟你说就是有个QR口 或是你按那个数字金额比较快 这样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就是 他一次达成是可以两百五十块 那我觉得其实在台北市区 虽然两百五十块没有非常多 可是其实是真的蛮好用的 其实我自己坐下来其实我真的是做得蛮勤劳的 社会局持续募集妈妈们的使用心得及经验分享 并推出连续五周从申请这项服务的孕妇名单中抽出幸运额 送出精美孕婴用品 江湾也宣布补助范围今年扩籍全台 孕妇不只可以搭去产检或带宝宝打预防针 也可以回娘家或出去散心 记者问问据台北报道 第七届戏曲梦工厂以剧众为主题 推出六档形式风格各异的精彩作品 包括首档演出破空间的广场 以及再聚剧团的《走把野草》 千流制作的《撒家自身》 以及真快乐掌中剧团全新立作《岁出世》 还有十月街棒登场的极异戏访 《圆圆》 白露迷露的《女状元怎么了》 六档精心挑选的剧目 以独特的演出形式及多元的互动体验 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全新的戏曲世界 剧众的剧 我们今年的剧是一个戏剧的剧 换句话说剧场就是一个 因为戏剧 因为剧场空间 把所有的人都兜进来的地方 我最近其实常常在想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谈这个共生 刚刚主任说的 还有一个很夯的概念是永续 永续 我觉得其实戏曲就是一个最永续的剧场 怎么说呢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戏曲几乎用同样的剧目 可能是很类似的演员 跟很类似的角色 常常一点点小小的修改 可是它却可以不断不断地收编 所有的观众一再一再地重复进到剧场 换句话说 其实戏曲是一个不断不断 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当中 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观众 那今年的这个六个团队 就如同刚刚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一批 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团队 希望可以加入今年的这个戏曲某某场 一起去打开我们对于观众的各种想象 那这六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可以 可以自由地游走 而且可能可以重复地观看 你可以透过重复地观看 再一次去感受到你刚刚没有感受到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看完戏的时候 就觉得刚刚我哪个没看到 可是事实上戏曲剧场永远提供了一种 你可以在剧场里面重新温习 重新处理 重新回味 鱼音绕梁的感觉 事实上都是剧场 戏曲剧场当中 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可能的能量 所以在今年的六档演出当中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 各式各样的观众 让戏曲中心变成了一个 承载所有你的需求 你的想望 你的许愿 我们都可以在六个剧团当中 得到你可能想要的空间 传疑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每年策展人都赋予戏曲梦工厂 不同的主题与思维 将舞台化作实验场 今年更突破以往 六团中共有五个剧团 首次跨入戏曲艺术领域 戏曲梦工厂 便是他们大胆造梦 开花结果的场域 也展现了戏曲共生的意义 除了真快乐以外 其他都是第一次 参加这个戏曲梦工厂 这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着戏曲在各个的剧团 不管你是哪一种剧种 它都发芽了 都生根发芽了 而现在发芽了之后 它希望结果 结这个果就在这些场地 让这些果实能够盛开 花能够绽放出来 也让所有对戏曲有所谓的好奇的也好 有所谓寻宝的这些媒体记者 这些心态们 能够看到台湾有更多的新的团队 年轻的团队在为戏曲的努力 那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戏曲梦工厂 其实曾经前阵子那个 如果大家知道 安琪老师有发表一篇叫戏曲共生 我相当相当欣赏这种概念 戏曲共生不仅是过去式 是现在式 也是未来式 换句话讲 它就是现在进行式 不断地进行中 那么戏曲共生 它可以聚种的共生 它可以跟科技的共生 它可以跟跨域的所谓舞蹈的共生 或跟任何一种的共生 但是结果起来是 它必须戏曲的含金量要够 而且戏曲本身的功底要够 所呈现出来的整合融合 甚至于是已经是水乳交融的 这种的戏才会是真正所谓的 令人感动的一种水乳交融的戏 而不是个别呈现的戏 而我相信这次的六个团队 绝对有能力带起大家做一些示范 2024戏曲梦工厂六档演出 将从9月7号到10月13号 连续六周在台湾戏曲中心 多功能厅上演 邀请观众朋友们走进剧场 探索当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讲述一位女子到太平间应征当助手 碰到高大又恐怖的馆长师 所发生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应农历七月鬼月到来 AMC电影台安排一系列 令人抓狂及血脉喷张的电影 邀请大家共同观赏 别出心裁的撞鬼电影 这就是我们的努力听 所以这都是故事 人们死了 大家坐下 喜爱美国经典电影的观众也不寂寞 AMC电影台自2024年起 陆续播放全球影展得奖家片 以及好莱坞巨星俊勇俱作 除了带观众回味各大巨星的 经典之作 也引进多家知名影业的独家内容 举凡索尼 环球 师门等众多好莱坞电影 同步带给台湾观众收看 AMC电影台更规划亲子电影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同观看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 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地补 其中第69台AMC电影台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 目前为AMC电视网所拥有 主要已播出美国经典电影著称 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 深耕台湾市场 开启更多国际影视业务 并进军国际市场 为台湾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 敬请锁定第69台AMC电影台 记者综合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继续去年的成功经验 金融市税务局今年暑假 再度与中家宽平、吉荣、携手合作 推出小小主播营 今年的活动更加入魔法元素 参与的孩子们从基础的药姿发音练习 到一阳顿挫的表达技巧后 化身成小魔法师 穿上巫师袍、上台报新闻 为学习过程增添乐趣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了解怎么当主播和收税的一些小知识 我觉得这次主播营很好玩 因为可以站上台穿着魔法师的袍子当主播 我觉得这次来主播营可以让我知道音要怎么发音出来 我觉得这次来这里我知道了新闻上的人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我参加这次主播新闻的主播营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让我比较不会害怕镜头了 这次参加主播营最大的收获是 让我可以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这里可以教我们怎么把字念得更清楚反应力更好 这次当主播员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我下次还要来 下次还要再来 透过小小主播营活动 孩子们增强了自信心 同时也吸得了宝贵的租税知识 税务局局长更亲临现场 以魔法学院魔法师的造型登台 带领这些化身为小魔法师的孩子们 一同播报新闻 若成为公寓出租人 更有减税优惠 透过这个让小朋友亲身上台播报新闻 他们可以学习到台风 仪表还有口语还有表达 相信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我们只有40个名额 因为我们经费有限 所以很快就秒杀 那可以报名到的小朋友也是 是非常的幸运 那我们还有其他另外还有团康活动 还有趣味竞赛 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可以学习到 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他们在这个暑假也可以收获满满 真的是收获满满 小朋友们勇敢的坐上主播台 生动的播报云端发票存载制 工艺发票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消费时扫描或口述就可捐赠电子发票 欢迎大家响应一马在手简单做工艺 活动中还巧妙地融入了阵风理念 将深奥的税务知识 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 为培养下一代的税务意识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快要开学前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每年都会办理两次急难个案 子女奖助学金发放活动 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这一次一共有三十二位 每一位五千块 一共十六万 还有便当 这一次的发放都是我们社会参与人士 跟我们爱新社给我们驾驶 所以希望有机会 我们的爱新人士参加基隆市昭阳爱新社 昭阳爱新社创设二十多年来 帮助弱势家庭和弱势学子们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身为社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感到非常欣慰 再次的肯定我们昭阳爱新社对社会的贡献 也几年这一次受到监证的我们所有的监证者 将来有机会也欢迎一起加入我们昭阳爱新社会 让我们社会道具充满了 相和爱新的温暖的一个社会 这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总共三十二位 每人五千元总共发出十六万元的奖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跟着代表队的阿公阿嬷们 一起练习比赛的舞步和舞技 为了鼓励银法长者活到老学到老 走出户外结交朋友多运动 延欢老化健康老化 基隆市总共选出四队 将在八月二十四号代表基隆市 参加全国银法活力秀总决赛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特地抽空到七堵 为其中一队七堵代表队队员们鼓舞士气 今天我们来到七堵区的我们的这些阿公阿嬷们 他们今天在练习在备战下个星期的全国的比赛 我跟阿公阿嬷们讲说 他们就像上个星期的那个全球关注的 在巴黎举办的奥运会 这些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好手 我们基隆的选出最优秀的四队 他们下个星期会去领口参加全国的比赛 享受比赛 他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 出赛的过程就已经把自己的手啊脚啊 练得很有力气 脑袋变得很精确 所以他们就是不会退化 然后出去享受比赛 不管得金牌银牌 不管得地级名 能够跟来自全台湾各个县市的长辈交流 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我们基隆市这四队除了阿公阿嬷也 都各有带着一些小孙子一起去 他们或跳舞或有一些乐器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动作 相信我们基隆市的长辈都可以在基隆市的社区 过得很健康享受生命乐活 七堵区银法俱乐队在基隆市举办的银法无力秀总决赛中 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 将和其他代表基隆市的三队进军全国大赛 记者吴运松基隆报道 台北永风啦啦队电报女孩热舞满场 要为2024第六届基隆与国际基调大赛揭开序幕 2024基隆与国际基调赛加油 碧海蓝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岩上 基隆与海景美不胜收 受惠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世界走透透我觉得基隆与 它就是不能去地质方面 然后它的那个钓场它是最多的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礁 每一个岩 然后在每一个角落 整个环岛 我就觉得它的美是无可取代 我就非常非常独特 所以它就有台湾的龙珠之称 我就每当 我甚至就是说 我有绕岛就是在旁边这样钓 出来我也要传基调 然后我做了基调之后 我传基调然后在旁边这样绕了一千 我就觉得它的资源真是太风太风 因为这就是龟宫与 就是我们基隆市那么有在推广 还有放流 一年一度的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将在9月28 29正式登场 除了笔记数 更可以探究基隆海洋之美 基调它真的是一个有风险的运动 所以也是我们今年我们产发处 为了这基调赛也特别拍了宣导短片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基调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后大家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 继续把这个比赛继续再办下去 那今年我们的奖金也提高到17万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赞助厂商 然后还有主办单位 那未来希望可以让基调赛 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看到省歌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美丽的基隆 美丽的基隆语 然后要像你在说龙珠 有如龙珠一般的这样的基隆语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今年的基隆语基调大赛 除了有17万元总奖金 赛事选手之夜将抽出冲绳来回机票一张 为了生态平衡将采取限量报名 仅开放84个名额 拳手越来越多 然后资源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渔沃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五次觉得 然后我们的基隆语 现在的基调大赛 已经是已经变得世界性了 活动将在8月19号上午10点 开放线上报名 势必会抢破头 各路基调好手摩拳擦掌 就等比赛那天一较高下 记者黄绍妮基隆报导 一请接吧 全国技能赛中 基隆商工夺得青年组 机器人执种金牌 欢迎的是机器人的两位金牌得主 林博翰及欧阳胜 来自国立基隆高级商工职业学校 克服新的国际评分方式 不理想的条件环境 以及高难度的最终赛题 欧阳胜和林博翰两位同学 在关键时刻逆转胜 报回金牌 这一次比赛自胜的关键是 最后一天刚好 刚好出到我们平常练习的题目 我们常常在一个人写程式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开始练遥控 或者是为了应对机器人 要做出的一些特殊动作 做出相应的3D辅件 像是群线上面的两个盖子 那个可以防止轮车 机器人在往前中轮车时 防止轮车往行圈上面滚 就是不断的练习以及默契的培养 两位科主任指出金牌的背后 是努力外加上自主学习 比赛时平常练习的态度跟积极度 足足会影响到这一次比赛成败的关键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弃而不舍精神 吹毛修士的精神 在最后一个难题里面需要在一个柜子夹两方块 一两厘米的误差都想要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最后面在最后天果然出现这样的题目 他们才有办法去解决单子比赛的难题 成功解决难题也呼应了政府推动生产力4.0 和智慧机械的政策方向 机器人职种是一个正合电机 电子 资讯与机械等多个领域专业的新兴职种 机商持续激发学生的多元专业成长 我们能够深耕我们的在地就学 那也证明了我们把好的孩子留在基隆 我们一样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成绩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深耕在各项的竞赛 给基隆的学子愿景跟梦想 机械商工透过跨领域合作学习模式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也为他们创造了个人价值 展现技职教育的成功典范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主播营的 延续去年的成功经验 基隆市税务局今年暑假 再度与中家宽平 吉隆 携手合作 推出小小主播营 今年的活动更加入魔法元素 参与的孩子们 从基础的要字发音练习 到一阳顿挫的表达技巧后 化身成小魔法师 穿上巫师袍 上台报新闻 为学习过程增添乐趣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了解怎么当主播 和收税的一些小知识 我觉得这次主播营很好玩 因为可以在上台穿着魔法师的袍子当主播 我觉得这次来主播营可以让我知道 音要怎么发音出来 我觉得这次来这里 我知道了新闻上的人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我参加这次主播新闻的主播营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让我比较不会害怕镜头了 这次参加主播营最大的收获是 让我可以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这里可以教我们怎么把自念得更清楚 反应力更好 这次当主播员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我下次还要来 下次还要再来 透过小小主播营活动 孩子们增强了自信心 同时也吸得了宝贵的租税知识 税务局局长更亲临现场 以魔法学院魔法师的造型登台 带领这些化身为小魔法师的孩子们 一同播报新闻 若成为公益出租人 更有减税优惠 透过这个让小朋友亲身上台播报新闻 他们可以学习到台风 仪表 还有口语 还有表达 相信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只有40个名额 因为我们经费有限 所以很快就秒杀 那可以报名到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幸运 那我们还有其他另外还有团康活动 还有趣味竞赛 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可以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他们在这个暑假也可以收获满满 真的是收获满满 小朋友们勇敢的坐上主播台 生动的播报云端发票存载制 公益发票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消费时扫描或口述就可捐赠电子发票 欢迎大家响应一马在手简单做公益 活动中还巧妙的融入了阵风理念 将深奥的税务知识 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 为培养下一代的税务意识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快要开学前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每年都会办理 两次急难个案子女奖助学金 发放活动 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安心念书 这一次一共有三十二位 发放每一位五千块 一共十六万 还有便当 这一次的发放都是我们社会参与人士 那我们爱新社给我们驾驾一下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 我们的爱新人士可以参加 我们基隆市昭阳爱新社 昭阳爱新社创设20多年来帮助弱势家庭 和弱势学子们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身为社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感到非常欣慰 那么再次的肯定我们朝阳爱新社 对社会的贡献 也期免这一次受到监证的 我们所有的监证者将来有机会 也欢迎一起加入我们朝阳爱新社的委员 让我们社会到去充满了 相和爱新的温暖的一个社会 这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总共32位 每人5000元总共发出16万元的奖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跟着代表队的 阿公阿嬷们一起练习比赛的舞步和舞技 为了鼓励音法长者活到老学到老 走出户外结交朋友多运动 延欢老化 健康老化 基隆市总共选出4队 将在8月24号代表基隆市 参加全国影法活力秀总决赛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特地抽空到七堵 为其中一队七堵代表队队员们鼓舞士气 今天我们来到七堵区的 我们的这些阿公阿嬷们 他们今天在练习在备战 下个星期的全国的比赛 我跟阿公阿嬷们讲说 他们就像上个星期的 全球关注的赛巴里举办的奥运会 这些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好手 我们基隆的选出最优秀的试队 他们下个星期会去领口参加全国的比赛 享受比赛 他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 出赛的过程 就已经把自己的手啊脚啊 练得很有力气 脑袋变得很精翘 所以他们就是不会退化 然后出去享受比赛 不管得金牌银牌 不管得第几名 能够跟来自全台湾各个县市的长辈交流 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我们基隆市这四队 除了阿公阿嬷也 都各有带着一些小孙子一起去 他们或跳舞 或有一些乐器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动作 相信我们基隆市的长辈 都可以在基隆市的社区 过得很健康 享受生命乐活 西谷区银法俱乐队 在基隆市举办的银法武力秀总决赛中 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 将和其他代表基隆市的三队 进军全国大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台北永风啦啦队电报女孩 热舞满场 要为2024第六届 基隆与国际基调大赛 揭开序幕 2024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加油 碧海蓝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檐上 基隆与海景美不胜收 收惠于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渔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世界走透透 我觉得基隆与他就是 不能去地址方面 然后他的那个 钓场他是最多的 就是每一个礁 每一个岩 然后在每一个角落 这个环岛 我就觉得他的美是无可取代 我就非常非常独特 所以他就有台湾的龙珠之称 我就每当 我甚至就是说我有绕岛 就是在旁边这样钓 出来我也有船机钓 然后我做了机钓之后 船机钓 然后在旁边这样绕岛一圈 我就觉得 他的资源真是太疯 太疯 因为这就是 龟公与我们基隆 是有在推广 还有放流 一年一度的 基隆与国际基钓赛 将在9月28 29正式登场 除了笔技术 更可以探究基隆海洋之美 基钓它真的是一个 有风险的一个运动 所以也是我们今年 我们产发处 为了这基钓赛 也特别拍了这个宣导短片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基钓的同时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后大家其实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 继续把这个比赛继续再办下去 那今年我们的奖金也提高到17万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赞助厂商 然后还有主办单位 那未来希望可以让基钓赛 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看到神哥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美丽的基隆 美丽的基隆语 然后再说龙珠 有如龙珠一般的这样的基隆语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今年的基隆语基钓大赛 除了有17万元总奖金 赛事选手之夜将抽出 冲绳来回机票一张 为了生态平衡 将采取限量报名 仅开放84个名额 选手越来越多 然后资源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余卧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五次觉得 然后我们的基隆语 现在的基道大赛 已经是已经变得世界性了 活动将在8月19号上午10点 开放线上报名 势必会抢破头 各路基调好手摩拳擦掌 就等比赛那天一较高下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一请接吧 全国技能赛中 基隆商工奪得七年组 机器人执种金牌 欢迎的是机器人的两位金牌得主 林伯瀚以及欧阳胜 来自国立基隆高级商工职业学校 克服新的国际评分方式 不理想的条件环境 以及高难度的最终赛题 欧阳胜和林伯瀚两位同学 在关键时刻逆转胜爆回金牌 这一次比赛自胜的关键是 最后一天刚好 刚好出到我们平常练习的题目 我们常常在一个人写程式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开始练遥孔 或者是为了应对机器人 要做出的一些特殊动作 做出相应的3D浮件 像是巡线上面的两个盖子 可以防止机器人在往前中轮车时 防止轮车往行圈上面滚 就是不断的练习以及默契的培养 两位科主任指出金牌的背后 是努力外加上自主学习 比赛时平常练习的态度跟积极度 足足会影响到这一次比赛成败的关键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弃而不舍精神 吹毛修士的精神 在最后一个难题里面 需要在一个柜子夹两个关块 一两厘米的误差 都会想要想办法去解决 所以最后面在最后天 果然出现这样的题目 他们想要办法去解决 单子比赛的难题 成功解决难题也呼应了政府 推动生产力4.0 和智慧机械的政策方向 机器人职种是一个正合电机 电子 资讯 与机械等多个领域专业的 新兴职种 机商持续激发学生的 多元专业成长 我们能够深耕我们的在地就学 那也证明了我们 把好的孩子留在基隆 我们一样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成绩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 深耕在各项的竞赛 给基隆的学子愿景跟梦想 基隆商工透过跨领域 合作学习模式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也为他们创造了个人价值 展现技职教育的成功典范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医养化碳终结者 以早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赚2,000元哦 5.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民众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